9月11日为上海摘得本届残奥会守经的26岁小伙郭伟 在男子铁饼F35到36级决赛中再度夺金 当日14时30分 上海市副市长胡言赵是残联党组书记叶新华 和普陀区有关领导来到冠军郭伟家中慰问 胡言赵表示 只要有刻苦努力自强不息的精神 残疾人也能站起来 新民网记者特别采访了郭伟的父亲郭新峰 回忆起儿子的训练历程 郭新峰不仅感叹太苦了 他说只要能为国争光 他坚持儿子比到40岁 那儿子之前也说了 说要一直奋斗到40岁 您支持他吗 对我也相信的就要支持他这样的 回来反正就是刚刚就是进去在比赛前 在心里的时候 我说各位你身体要担心一点 不管怎么样 吃的要吃的 睡觉也要担心 到白军期还有一星星 对吧 身体重要是重要的 不要伤 身体不要有伤啊什么东西 也说爸爸你反省好了 我也打了一说 反应百姓爸爸你早点睡觉 不要为我操心 新闻网记者在郭伟家中采访了 齐年玉七旬的奶奶 老人此次特地从南通老家赶到上海 为孙子加油 并表示一定要等孙子再与归来 郭伟拿了金牌 您心里高兴了 高兴都不得了 有没有跟他通过电话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他前天来两个电话来 他说我都南通了对吧 我都南通 我说你高兴 你也得到金牌 我到南通来了 我说亲爸你不要回家 你等我回来再回家 我说我很高兴 他说我也高兴了 然后我也回家了 以上是西面网记者杨阳 尹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老人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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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